民众开在山路上对面一辆绿色轿车过弯失控 冲过来两台车差点撞在一起 惊险过程就发生在台中风源公老平 民众下山的路上遇到飙车俗 对方车速过快转弯时整台车偏移到对象 有急转方向盘回到原本的车道 那民众是台中市议员谢志忠的朋友 也将生死一瞬间的影片分享出来 不少人看到之后都大骂实在太危险了 风源人的后花园要是不严格执法 就会变成赛车场 那么目前警方表示已经有调阅监视器 掌握到车级资料 目前会以驾驶人没有依照规定 驶入来车道进行举发 至于有没有竞速跟危险下车的行为 还要再确认 但这样的离谱心境 也会以公共危险罪来就办